大家好,我是马尼泰开拉萨南达 我的师傅尼西亚南达大师是印度教神 师破神的转世是在沙凡达 大师在今天早上开始有跟我们讲了 这个胃的干净有多么的重要我们的饮食 他又一次的提到了这个尼拉哈萨米亚马这个流食 除了要吃素以外呢,要吃有机的素食 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要保持自己的肠胃干净 还要做到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要吃磕子粉 早上起来之后吃苦脸粉,NIM 当然最好的解读方法就是21天的尼拉哈萨米亚马 这个纯粹的流食的这个灵修的练习 这个的参加的方法呢,大家 这个我们已经有很多这方面的录像资料 以及群里有很多这种信息了 所以还没有开始的同修呢 非常强烈的建议大家在未来的时间吧 一定要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机会让自己加入 当然现在我们群里的所有的这个 我们桑嘎的工作人员 绝大多数都在参加这个21天的进化的项目 其中的流食就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 大师曾经在他的圆满的这方面的开示中讲过 就是我们的业力呢,它储藏的这个深度也是不一样的 有一些呢是叫做肌肉记忆,有一些叫生物记忆 就是生物记忆呢是储藏比较深层的 肌肉记忆可能就是你在肌肉中的你的行为 你的这个言行举止这方面的一些模式 它是可以比较容易修改的 但是到了生物记忆这个深度呢 它就成为你的深度的认知的问题了 然后呢,饮食的模式呢 就是我们和食物之间的关系 其实很多时候是和我们人生很多其他的方面的 这些生物记忆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比如说爱和食物之间 还有我们的安全感和食物 焦虑、抑郁、恐惧感、还有性等等成就 几乎是人生的各个方面都和饮食都有直接关系 这个呢它的原因是也是有非常多的 当然比如说爱和食物 那你刚一开始 从人生一开始和这个食物接触 就是自己的母亲 给自己喂饭这样喂奶 同时呢你感受到了爱 所以呢这个比如说哈 这个食物和爱之间的这个连接呢 就是从这开始的 这只是所有的和食物相关的 其他的重要的人生方面的 这些模式和食物有关的一个 方面的一个逻辑的解释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讲 当我们能够21天 流食打破自己的饮食的模式 其实可以帮我们深层圆满人生中很多其他方面的情绪 比如说你的焦虑你的恐惧 你的缺乏爱缺乏关怀的这些 很深层的隐藏的模式 可能你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原因在哪里 但是就莫名其妙的通过你做21天的流食呢 就把这些模式也给引发出来 并且修复圆满清理了 所以呢流食它不仅仅是一个 让你心理肠胃这么简单的一个 清理的灵性的练习 它还有非常深层的解读的 这样的一个消除你模式 帮你圆满的这样的一个 很深层的功效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上 能够积极的让自己参加21天的流食 并且用一个非常积极的灵性的高度的 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对待它 不仅仅只是有人把你的好吃的 从你盘子里拿走了 逼迫你去做一件你自己好像很被动的事情 你要让自己有一个强有力的认知 主动的来做呢 就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困难了 好的 希望越来越多的朋友呢 能够用这些强烈的灵性的练习来帮助自己圆满 我们最终的目的呢 就是要达到最终极的圆满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你天亮灯